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头条要看的是G20峰会落幕而APEC即将展开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大之后独揽大权 因此在国际场合他似乎想展现自己的新强硬姿态 他今天转进了泰国曼谷要参加APEC亚太金合会 他会和日本首相展开相隔三年的元首面对面会谈 而习近平这次是先进G20峰会 作为自己掌权之后的外交首秀 周三他罕见的在国际媒体面前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变脸呛瞎 习近平不满杜鲁多把两个人在场边的对话内容曝光给媒体 而杜鲁多则表明所有的对话公开这是自由的 这段画面随着媒体曝光国际放送 但唯独中国大陆的媒体对于整个过程是只字未体 中共二十大后独掌大权的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选择印尼G20峰会作为自己权力巅峰下的首场外交舞台 连续与法国南韩澳洲以及新上任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九国元首展开双边会谈 更与联合国秘书长相见欢 唯独这件事情让习近平很不爽罕见的公开变脸呛声 让习近平不开心的就是周二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场边展开十分钟对谈时 杜鲁多就中方干预加拿大选举以及中方被指控在家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等表达严重关切 家国媒体事后披露相关谈话内容 家国政府通报则没有描述 但杜鲁多也不是塑胶座的立刻回抢 话还没说完习近平就打断他 然后挤出一个笑容主动向杜鲁多握手后分开 整个过程被家国媒体拍下并且曝光 大陆媒体对这个插曲则只字不提 外媒直指习近平明知道在国际场域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 仍然坚持在拜习会营造出友好气氛之后 对美国的盟友强硬表态 背后恐有深意 实际上中加两国关系从2018年华为 孟晚舟事件之后就直线下降 这一次两个人虽然开展了三年多来 首次援手对话 但明显互动不佳 两国关系的荣斌恐怕也有成路要走 而抛开与加拿大的不快 习近平周三与印尼总统佐科威 视察中资成建的雅万高铁试运行 但是试运行路线只有20公里 至于总长142公里 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龙的雅万高铁权线 目前建造进度只有八成 印尼当局希望明年中能够通车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 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 这还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中日互为禁令 这是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 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届时将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周四转赴泰国曼谷参加APEC峰会 并且在峰会前夕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展开 相隔三年后的首次中日元首面对面会谈 外界预估包括台海东海等中方的敏感议题 将是会场上两国元首交锋的重点 至于让习近平不愉快的场景 恐怕也还会在APEC峰会持续上演 在峰会开始之前已经有支持香港民主人士 聚集在曼谷街头示威 泰国当局为了确保会议安全 不但在十八十九两天会议期间 禁飞无人机也禁止民众在会场周围游行示威 当局还出动三点五万名警力 加强驻守与巡查 并且严格管制车辆通行 部分监狱站暂时关闭 民众期待能借国际会议的机会 让作为泰国经济支柱的旅游业重获新生 而过去三年因为疫情封关而催生出的 待客祈福直播拜佛业者 也期待疫情过后 能有更多各国游客来参拜四面佛 扩展商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